新闻首先来关心最新消息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 昨天晚间9点多 手持菜刀跑到东区一间服饰店内 和店员发生了激烈口角 更在地上扭打 民众见状立刻报警 初不了解 男子和女店员是夫妻关系 怀疑妻子外遇才会酒后持刀谈判 而男子被警方压制时 不慎被菜刀割伤了手腕 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 全案将依杀人未遂罪嫌侦办